一人李晨4月8日晚在澳门举行的第23届华丁奖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发布盛典上 评出女作空天烈赢得中国最佳星瑞导演奖 她在台上感谢所有投票支持的朋友 表示这次有完美收获相当开心 加上新导演一生只可以拿一次 承诺继续会拍好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那李晨范冰冰也是你一定要感谢的人吧 她一定带给你不少的支持和鼓励吧 当然当然 对这个首先这部戏的从开始到后面上映过程当中一直以来 冰冰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励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这个戏的过程里吧 我都觉得怎么说呢 我挺亏欠她的 因为其实当时拍戏的环境和所有这个时间上面都非常非常的艰苦 嗯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特别令你感动的呢 我觉得她当时就跟我说好好去做吧 我觉得我们一起把这个戏尽最大全力去拍好 因为我记得当时她的夜戏会特别多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在这个拍夜戏的时候都是她最后一个人熬到天亮 嗯 那下一期还会找她一起拍 希望能够再有更好的电影剧本 然后拿给她看 嗯 我们一起去尽可能再去拍一个好电影 另外范冰冰的亲弟弟范晨晨 日前通过偶像练习声收到大众喜爱和关注 并在决赛中夺得第三名 成功起身九人男团成员正式的出道 话说李传将来再当导演时 也可以找晨晨和冰冰一起来演嘛 对 晨晨现在也是拿了这个第三名出道嘛 对 然后在六号的时候特别替她高兴 我相信未来有机会吧 也会带着弟弟或者是跟冰冰我们一起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那更好 最近这么多的好消息围绕着你们一家人 可是大家最期盼的好消息 还是你和范冰冰的婚礼案 有好消息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谢谢了 谢谢 谢谢 魔方全媒澳门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